有時候你們女生也會跟我們說 好了沒... 很沉沖 有啦 有在床上的時候 對 就是這個 很賞性耶 熱臉貼冷屁股 好不容易 因為今晚我提前洗澡 難得噴香水 然後吃了兩顆馬卡 一大十分鐘 你瞪大雙眼看著我 好了沒 好沒 這種人家的鬼會拉到腳 你知道嗎 對... 不會吧 我每次睡在那邊說 那是鬼在拉你的腳 我就想說不拉他的腳 不拉不行 他在腳之頭都不敢露出來 我是一手抓他一隻喔 他隔天啦 他隔天去行天公 被思捷 收支啦 哈囉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好 好 我們這個首創一個新的做法 來 百人大街坊 百人耶 對 然後我們就設定一個題目呢 要聽聽一般民眾的看法 所以今天這一題呢 非常厲害 他們的腦袋生來幹嘛 男人愛問這些蠢問題 我覺得是男人的問題 男人都會問一些 你真的是想一想不到的問題 等一下會有一個人 會被我們公幹得很慘 對 今天有一個這個 炮灰 對 有一個炮灰被我們公幹 而且他穿了一個 很奇怪的紅褲 對 我剛剛那種重要角 你剛剛不是說沒有很奇怪 對 玉琳哥先來介紹你的來賓好了 來 炮灰 哈 校園 我們炮灰 重炮手 來 我來介紹我們這邊 茵芙 還有美玲姐 好 大家看一下 男人哪些什麼問題 會讓女人受不了 我們先揭曉 第三名是什麼 好的 來 第三名 妳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好討厭 我最討厭她跟我說 錢都花去哪兒了 我幫她規劃保險 但是她跟我講這一句 她竟然說 我用了她的錢去買保險 怎麼沒有先問過她 我聽到真的氣得不行耶 怎麼會有人講這種話 我錢都已經花在妳身上了 還問我這種醜問題 真的很爛 我們錢是分開的 那我賺多少錢是我的事情 我要靠長支持 你不能問我錢花到哪裡去 像這裡跟赤峰 就會在那邊逛 然後就會花很多錢 他們男生也愛買什麼 模型啊 然後就覺得 該意思 大家都會花錢啊 就這個問題感覺 就是我也可以反問她說 妳錢都花去哪兒 賺錢就是為了花錢 老師我都花很正常的錢啊 當夫啊 或是日常夫的錢 可是 我也沒有拿對方的錢 那我幫我自己 可以參與我的興趣 或者是問我 這個東西為什麼有這個價值 但是問主務 我說 有啊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對 現在不要期待女人 當乖乖牌 時代不一樣 沒辦法 時代真的不一樣 妳問她不知道去哪裡 對 我可獨立自主的呢 對 妳錢都花去哪裡了 就是 很好說話 我跟你講 我們每個月月初 我們都會在抽屜房 我們有一個現金櫃 所以裡面有一些 可能小的支出 就會從那邊拿錢過來 那有一天她就不知道 哪一根金不對 打開抽屜想說 為什麼 裡面的錢都不見 都會兩三萬吧 她就直接 羅美玲 為什麼這個月的錢都沒有了 你是不是要去買團購 你會不會太誇張 然後 我就說桌上有一疊 來喔 江先生 來 你看一下 這個是老大的安親費 這個是老二的學費 這個是水電費還有管理費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你桌上的單據 再來問我說這些錢花去哪裡 真的耶 像我之前遇過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專門的那種 蹭網 就是我跟他交往的時候 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出去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 那你先付 那我當然有說 好 我先付 那你那種先付的感覺是 他好像後面會再給你 對啊 但後來牆齊下來我發現 他都說 那你先去付 你先去付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我們訂那種 日本料理比較貴的那種 無菜單料理 可能一個人吃下來 可能要接近一萬塊 然後他也會說 那你先訂 那訂的時候我也要會訂金 也都是我在先會 後來我就開始慢慢覺得說 不對喔 他是不是都是用這一招 都不出錢 所以有一次呢 是玩禪廳 大概也是六七千塊 他說你先付 然後那天我就說 我剛好身上 沒有那麼多現金 他就說 那你先刷卡 我說 他說 我的卡的額度已經爆了 他說 他還有臉問你這個 對 然後我當下就是覺得 我好不可思議喔 你怎麼還敢問我這句 他還會說你是一個揮霍的女性 拿起我的小本本 說我的錢花去哪裡 要不要我跟妳講好不好 我們上個月 吃這個日本料理一萬二 我們上次去吃這個牛肉大餐 七千八 還有我們兩個呢 一起去泡溫泉的費用 六千 你要不要我跟你一一算下去 全部都是花在你身上 幸虧你有記帳的習慣 對 其實雙胎都我迷信啊 對啊 我都是畫在你身上 你還敢問我 俄羅斯有這種問題嗎 對 因為不只是台灣男生 我是男生也會 就是像我之前 我遇過一個男朋友 他那時候是去摩斯科當兵 然後剛好他要回來 是我生日的時候 他回來就跟我說 我們要去隔壁城市玩 就是幫你慶生 我就說好開心 那我們就兩個人一起去 結果 我到了廳場發現 他車上還有他的朋友 好 那我們到了吃飯的地方 我就 他問我說要吃什麼 我就說要吃什麼 他就說 可是我朋友想吃薄薄 好 那我們去吃薄薄好了 然後我們吃一吃 他的朋友說 今天是你生日 你應該要請客 有這回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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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朋友也得你要請客 對 因為他是說 我們為了你去 我就說 我要邀請你們去喔 不要說為了我去喔 好 我還是認了 好 那我就付錢了 後來我們去百貨公司 一個爸爸媽媽給我送了一筆錢 說我可以全部都花掉在我身上 他說好 那是我生日禮物嘛 好 那我們去買東西 結果就是什麼 化妝品買了 什麼鞋子買了 衣服買了 他朋友看到我說 他買了這麼多東西 那個就開始生氣 他就開始罵我說什麼 你看你浪費這麼多錢 你花這麼多錢 你看你都不會存錢怎麼樣 我想說關你屁事 對啊 而且這是我生日喔 他就是一直拿著那個袋子嗎 一直念... 念到最後 他把那袋子這樣直接 然後說什麼 我怎麼樣 我就是沒有什麼理財概念什麼 結果我到家裡啊 他三天才回來了 然後回來還跟我說說 好了 沒關係 我只是那時候脾氣有點大 我就說分手 我跟他提分手 他還跟我說 你花太多錢 我也不是花你媽媽的錢 這都是我爸媽給我的 幫你屁事 對啊 奇怪了 分得好 像我之前曾經就是有一次 我就是去買那個PE 然後可是因為我也會 特別覺得說 我也沒有一定要買真皮 流行時尚嘛 搞不好下一季就不流行啦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沒有必要 一定要買什麼真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一 我就很好看啊 很帥氣啊 真的 是不是 對 質感也很好 對 他居然欠我說 你平常錢都花去拿 你就是沒錢 所以才會去買假皮 蛤 他看你沒有辦法 他還笑你買假皮 真的假的 這是咖啡啊 不是 這是好看好當 對啊 他真的假的 是不是 我當下就會覺得 傻眼耶 對 你們要先了解 你幹嘛... 你幹嘛 你現在這樣解釋一下 你衣服 褲子和鞋子 發生什麼事情了 因為我都不知道 我老婆錢花到哪裡 我只剩下買這些東西而已 沒有 分析一下男人的心態 對 你們要理解男人的心態 其實他是出於關心 OK 你錢都花去哪裡了 其實背後反過來 其實意思是說 你錢夠不夠厚 放棄 因為男人 也不會賭啊 因為男人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希望 有一點那種 發氣總裁的感覺 OK 但是我們又不能直接 開口就說 寶貝啊 你錢夠不夠花啊 好像我在包養你一樣 對不對 或者我是你... 我覺得... 我們覺得很好耶 享受你啊 你直接問... 你可不可以用眼睫情 對啊 你老公男朋友問你說 寶貝你錢夠不夠花 不夠 沒有 這樣感覺好 真的 帥翻了啦 男生因為會比較不好意思 所以就會故意講這一句話 然後他們也希望 你稍微可以撒奶一下 那我... 對啊 那我錢都亂花呢 那你給我錢啊 我就很甘願給你錢 像我老婆就是這樣 他有時候請朋友吃飯啊 比較大方 像我們去澳門 跟他的阿姨 我們非常親的親戚 就是一起去吃飯 然後就是大家 比如說你請一餐 我請一餐... 我請一餐 結果搞到最後我老婆 一直在搶帳單 每一頓都他請 然後光吃飯那還花了 兩三萬塊港幣 那都是我老婆花 結果昨天跟我講說 他要去按摩 兩千塊沒錢 對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錢花哪裡 那他也很老實跟我講 對啊 那當然我就把我身上的錢 全部給他 很棒啊 很棒啊 謝謝 謝謝 對阿姨的嘛 對啊 所以說 TERRY要學著點TERRY TERRY是誰 不要在那邊戴個口罩沒事喔 真的喔 聽說軒軒的阿姨從來不運動的 為什麼 因為怕留下遺憾啊 他可能是... 你不要每次都夾一下 來 揭曉 第四名 來... 我講會氣死人 我跟你講 來 什麼蠢問題 MC真的很痛嗎 真的... 我真的很討厭男生 我真的在我MC來的時候問我說 MC來真的很痛嗎 而且在我MC來的時候 因為走得特別快 我真的想給他一巴掌 讓他體驗一下 什麼叫MC來會特別痛 這個時候我就直接 碰到死在床上 然後他就直接問說去他 然後壓抑說 然後我現在就插了一圈袋 他臉上這樣 因為MC真的很痛啊 但他有一身人都沒有辦法感受這個痛 就是問了也是聽話 他也沒辦法體會 因為當你真的碰到打滾在床上 不能下床走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問你這個問題 今天請就跟他一起 就在床上 今天已經很痛 然後... 然後他問說 覺得很痛嗎 或是有請他幫我買東西 然後他就說 有那麼痛嗎 有那麼誇張 就是他會說什麼 喝... 喝熱水 就是其實 就是... 完全沒有辦法 那時候我越進來的時候 他都會問我說 到底有多痛 我就會回他說 他就說怎麼可能 那你後生小孩要怎麼辦 我就會說 那你將會跟別人生好了 比如說我平常工作 就是MC來已經很不舒服了 同事的客戶 很... 讓你更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找一個人套腰一下 結果跟男朋友說 我們MC來很不舒服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 MC來真的很痛嗎 那當下你就是理智就會斷線 小娘呢 你們猜得要痛嗎 早就沒來了 好好笑喔 沒問題 老奶奶MC很痛 我們去年把牙的痛都會忘記 何況他那個是60年前 沒這麼沉 還沒那麼久 來英服 他百歲人類 我覺得男生就是 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理解那個痛 所以有時候就是 不經大腦就會問出 這麼蠢的問題 對 因為像我從去年開始 我就迷上了爬山 但因為我還是幼幼班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跟了 好幾個群組這樣 這是妳喔 對 是我 厲害耶 開始去... 慢慢地開始要爬山這樣 好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我們已經講好隔天要去爬 宜蘭的抹茶山 然後我前一天的時候 就突然生理期提早來 然後那一天來的時候超級痛 我就一直躺在床上 我就想不行 第二天通常是血崩的時候 對啊 我就想我如果現在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不行 我也怕拖累大家 然後而且再加上我真的很痛 我就在群組裡面我就寫說 對不起 我那個生理期來 然後我就是明天就不參與你們 然後女生當然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 心裡休息就好 然後就有男生跳出來說 然後我當時就 對 真的很不舒服 那男生很白目地又說 我覺得你就想放鴿子吧 你就是不想來吧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哈囉 我有必要騙你嗎 而且你就是因為 你可能沒有當過女生 你從來不了解 那我多痛 而且他女人都可以打圓場 那我感覺超差 我老公是一個非常重視 家庭活動的人 那那天就想說 哇 大晴天耶 寶貝我們就帶小朋友去 騎腳踏車好不好 然後死不死我那天來第二天 就是練正多的時候 我就說可是我今天 有點不太舒服耶 還是我可以休息嗎 可是我又不想掃他的心 因為他就是 今天天氣這麼好 我們一定要全家出動啊 然後我就 他說你那個啦 馬來 現在我幫你準備溫開水 我心裡還好吧 你還會幫我準備溫開水 那就算了 然後就一起 我們就去租車 騎車的時候 我就看著我的老大 我的老公 還有老二 就這樣 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什麼力氣 可以繼續騎下去 剩這麼一丁點大的時候 我說我現在人在很後面的地方耶 那個我真的很不舒服 你們可以等我嗎 他說你要是真的不舒服的話 他叫你自己先 他叫你自己先回家 我自己先回家 你們有把我當女人看嗎 你們就自己這樣騎走了耶 我覺得那個男生 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我有一次就帶著家糧 就是那時候我也還沒懷孕 但是他就想體驗說 你們懷孕要分娩的時候 到底有多痛 有那個可以 男生可以停掉的 他不到六喔 他總共才十吧 好像只有十還十幾萬 他不到六 他痛到說 他罵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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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生氣喔這樣 我就說好 那停掉好了 我說那你知道痛嗎 他說 怎麼可能女生會痛成這樣 我說真的會痛 只是你們自己 不知道那種痛 太過分了 對 因為他們沒有那種痛過 阿翔 妳有體驗過生小孩的痛嗎 沒有 那我還沒有 但是我覺得 如果男生這麼笨問那個問題 說什麼MC很痛嗎 我都不會回答 我直接叫他去上網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為什麼我要跟你解釋 因為其實你問那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要浪費時間 如果你後面不做任何事 我覺得不需要跟他回答 可是我更討厭是 比如說我頭痛 我肚子痛 我哪裡痛 我就說我很痛 我可能很不舒服 我想休息 然後我是吃藥 他就跟我說 所以就是吻開水只要一百病嗎 然後說什麼 感冒了 我已經發燒了 他說 你要喝水 好 然後什麼 睡不著 你要喝水 什麼東西都要喝水 可是我覺得 這好像的事情是我男友 只要他一點點的穩度 比如說37 他就整個死在床上 可是我39 他還叫我喝吻開水 那這個是什麼 因為 女生熬得比較快 我覺得他是有 沒有 我覺得很蠢 真的很蠢 我覺得男生真的是要 對女生有多一點體諒 如果你不能懂 對 就這個 對 其實他是有一個 有等級表 他是很量化的 女生其實你大概到 四級的時候 你就像是拉肚子腳痛 大家都有拉過肚子 就是你已經開始 肚子在腳的感覺 這個才是四級而已 然後到五級已經痛到 你是已經沒有辦法 發出任何一個聲音了 到第七級的時候 他就是痛到你不能走路 而且我都跟男生說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 你現在肚子 然後有一個拳擊手 像是館長那麼大隻的 狂揍你的肚子 受告你 你就只能這樣全區 糾結在床上那種痛 然後肚子整個就是 一陣一陣一陣 有人在揍你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男生 真的不要問這種白目的問題 而且更白目的是 就是他還會說教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為什麼會這麼痛 都喝冰的啊 都跟你講了 不要喝冰的啊 超常有這一句 我冰的吃太多 就是冰的吃太多了嘛 對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 你就不聽啊 你現在這樣痛 下次來你是不是還要吃 那不是繼續痛 那不是應該 好討厭 真的很討厭 我想說你有事嗎 你還想說你 這個時候閉嘴就好了 對 你真的是閉嘴就好了 對 對 真的閉嘴就好了 我現在還是先閉嘴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男生是大 這純粹是一種 做科學的那種實驗 好奇啦 好奇啦 所以我老婆也會問我說 你有時候打球 被踢到蛋蛋會不會很痛 我說當然很痛啊 你那個痛風有那麼痛嗎 痛風像被電到一樣 不能走路 當然很痛啊 你最近蠻突出 有很痛嗎 有很痛啊 你肛門樓管有很痛嗎 有喔 肛門樓管真的很痛 你問你好多 好多 我全身都是病 怎麼樣 我到處都在痛 對啊 那一樣的意思嘛 我們只是好奇 想問一下這樣 OK 像我老婆 我就有被我抓包過 月初的時候 跟我講說 我那個來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好 百一百順的 什麼都可以 幫他每天地上溫開水 這樣子 對 又是溫開水 到了月底的時候 又一次 又突然有一天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我那個來喔 今天你去接小孩 你去什麼時候 被我抓包了 不是 那有可能啊 因為我手機裡面 有裝一個APP 因為男生 可是這個有可能 男生都要 男生都要 就是要 要確定女生的那個安全期 所以都會弄一個APP 沒有 結果被我抓包 月初來一次 月底來一次 怎麼辦 那那個月一定是五個星期 對啊 怎麼辦 不是女生的身體 不是怎麼辦 我也不便多說了 對 沒有一定的公式 有時候突然間他亂了 月經有時候 不會是定期 亂經 這反而要更關心他 但是有時候 老婆都不能講那個來 那是為了散 其實這樣子 也有這一種的 真的嗎 對 也有這一種 來 派行第二名喔 好 越來越氣死人喔 來 到底是什麼 我和前任誰比較好 就是 我和前任誰比較好 就是 可能曖昧這種狗狗 聊天過程就問我說 你前任的那種 DETAIL的細節 我就心裡想說 我知道他 可是我自己會覺得不常 對他 應該說我覺得 任何人都應該要 對自己有自信 就是你最後一個 不要是你自己的感受 那不是我的感受 我本人一樣比 最新程度說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 比較不適合做自己問這樣 尤其是體育的部分 每個人都不一樣 多做一點運動 我現在都跟你在一起了 為什麼要比較我跟前任 再比說他跟前任 誰比較會打電動之類的 蠻蠢的 應該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問題 男生要對自己有自信 而且他相信我 我都已經選擇 跟你在一起了 說什麼 你前男友的八字 或是星座等等的 不是女生 跟筆者幹嘛 我有碰過 比誰的腔血品會比較好 會不會做什麼好筆的 現在的關係 就不想要再提到前任 OK 當然 她講起來還是很氣 來 美玲 小時候就是曾經交往過一個 就是家境還不錯的小開 Perry知道嗎 她 我其實沒有跟她討論過 反正是她會跟我講她的前任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當下我現在跟你在一起 所以她現在知道 所以她是不知道 所以她是不知道 你現在知道了吧 美玲肯定跟小開在一起 跟小開 小開 小開家裡多有錢 她家她是做那個 食品貿易進口的 然後他們家就是都 大概四五台 就是可能名車這樣 有兵力 你知道嗎 而且說流嘴 兵兵兵力對不對 兵力 沒有啦 就雙B 雙B這樣子 兵式這樣 然後她有時候就會講 她就會跟我講說 她不記得很清楚 她不記得很清楚 都沒忘了 剛剛前面有 然後呢 然後她就是 動不動就會問你說 怎麼樣 我們家有四五台 那個雙B的車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到底有什麼好比的 我後來發現就是 她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 她其實內在有一個 極度不自信的地方 為什麼 有一次呢 那時候我還在學校唸書 然後就是歌唱比賽 那想說歌唱比賽 男朋友來嘛 就帶了一束花這樣子 她拿了一個 就已經快比我高的 一大束的花 然後我抱著那束花 拍了一張合照 以前還不是用相機喔 洗出來之後 她發現 然後她就很不爽 就直接便臉跟我說 妳用花擋住我的臉 是嫌我很醜嗎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怎麼跟她溝通 所以後來就分開了 給她歷任下來 包含TERRY覺得哪一任是最好的 你最好還要這樣 我先看她會不會說流水 不要領她 不知道怎麼會有第三個 謝謝 OK OK Good 我覺得愛比較 真的是男人的天性 像我有一個閨蜜 然後她之前就是想要 去看皮膚科 但那個皮膚科 她覺得那個名儀太有名 就是她排都要排一個月以上 可是因為我那個姐妹 有一點急 然後她那時候就一直想說 怎麼辦 然後又問很多人 然後都說沒辦法 結果後來她男朋友 剛好是那個藥廠的業務 然後就幫她排到隔天早上 然後聽起來就會覺得 我很棒啊 很厲害 然後聽到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 妳男朋友很棒耶 那時候沒有覺得說 我愛妳男朋友很厲害這樣 所以我原本也這樣覺得 直到我男朋友 然後我下一句就是說 歐茂比妳前任還厲害 妳看我有辦法 讓妳隨便就遇到余生 可是妳那時候 瞬間那種感動就沒了 是瞬間繪花的那種感覺 她就是想要被稱讚 就是說我就是 可是我覺得 論法可以不要這樣子 對 沒有必要 而且其實這種問題 其實妳就知道 就是答案妳也只能說是 好不好 對啊 真的 就是不會有其他答案 男生最沒水準的 是在親密行為的時候 就是到了一個節骨眼的時候 比方說妳前男友是阿中 然後她就很吃醋對不對 然後坐著坐著 在一個 一個很極致懷疑的情況 怎麼樣 怎麼樣 我跟你講男生真的會比這種事 好啦 對啦 一定的啦 談笑 其實我生誕生也是超愛比較 三頭明治就是很愛驕傲 所以他們什麼都要比 還沒來台灣之前 我就是有跟一個 生誕生交往 就是說我們聊什麼 我們的家庭的事情 他就說 你看我爸爸在政府工作啊 妳的前男友也是這麼好嗎 我就這樣說 那是啊 對啊 為什麼妳要比嗎 比如說我們去吃飯啊 然後他點了什麼比較貴的東西 他也會問我說 之前有人妳照顧得這麼好嗎 我就真的好傻眼 所以我覺得好 那種人真的不要交往了 就不要在一起了 那有一年冬天零下四五十度 那時候是怎樣 他就是穿一個保外套嘛 然後說什麼 妳看啊 現在是很冷啊 可是我還是不會冷啊 厲害嗎 我就說有病嗎 有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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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覺得 這個也要比 為了要比較 對 真的有時候很麻煩 但是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比較這件事情是 就是 有時候妳故意給她 對 其實這是好的 因為到時候獲利的是女生自己 像比如說男朋友 他很愛跟前任比 他比如說對妳好的時候 比如說他每次都接送妳 然後接送完之後說 你看寶寶我對妳很好吧 比妳前任好吧 因為他知道可能以前前任 不會載我都自己回家 這種時候我就是給他 鼓勵 我說寶寶妳真的比我前任好 妳好貼心 以前男朋友都沒有對我這麼好 然後他就覺得 有喔 他就促進他每天都想載妳 其實男生有時候他的心態是 我很確定這件事 其實有時候我很確定 妳前男友某一方面沒我好 我才會講出這種話 像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我就有就是要追一個學姐 我也當然也知道 學姐之前她 跟她在一起的那個學長 那個學長這麼巧 就這麼巧 阿丁 那你早已摸清阿丁的底細 就知道阿丁的底細 阿丁學長大概一百六十七公分 然後臉在全是豬 豬油 然後全都是豆子 阿丁啊 而且阿丁學長他那個時候已經大五 大五在外面 對 以岩壁 敵這一台就是已經很破爛的摩托車 那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算是 對 已經開始有在看車了 有開車了 那那個時候有一次就是我想說 時機到了 那時候大概是跨年的時候 我就開著車載著學長 不是載著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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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大方 連阿丁都載著 帶著學長 我們就上遙明山 上遙明山去看夜景 你知道嗎 光是開車外面這麼冷 開個小車比那個浪車 他寧可在你的車子裡面憂鬱 他也不要在阿丁的機車上面哭氣 放空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開著開著 然後我們又跟他聊得很開心 我想說這個時候機會來了 我就會說那這樣子學姐 我應該比阿丁學長好一點吧 有一些部分比較好很多吧 我想說沒問題 對自己很有自信 然後過一下他就說 阿丁他真的是 然後就開始哭 開始哭 他長那麼醜 還可以逼腿 然後就開始哭 然後一直哭 然後哭 他就算完了 我弄巧成拙了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愛阿丁 可能真的阿丁就是 有長處 有長處 對啊 就是有那個長處 你不知道的 對 然後就開始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就開始 好了 學弟你可不可以送我下山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學長 都是阿丁 跨年夜喔 我開著車 從陽明山上開下去 然後親眼看著他下了你的車 然後坐上阿丁的野狼一二五 就是這樣 還不是一二五 是小綿羊 小綿羊 看吧 那阿丁回頭 好噁喔 然後最後就是 我在我的TOYOTA上面放空 哭泣這樣 然後隔天他經過你的TOYOTA 還擠痘痘 噴在你的 好噁喔 不要這樣這麼噁心 好怕喔 真的很噁心 解囂 第五個 是什麼呢 你幹嘛生氣 我會選你幹嘛生氣 他聽完還是不可能能夠理解 還是問說會比較不開心 他可能覺得很好笑 但我沒有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 簡單他還要不意味 這真的很麻煩 他自己沒有發現 腦袋有點轉不出來 我已經表現出來了 你還要問 滿烏裕的 我跟他說我在生氣 然後他會問我 你幹嘛生氣 我就不要再問 其實一開始沒有生氣 邊講越多的時候 我就會生氣 就是把自己也 假扮得很兇氣 來試圖讓你不要生氣 以前有把我東西常常吃光 然後呢就問我說 你幹嘛生氣 我就說 你把我東西吃光啊 我幹嘛生氣 尤其是跟女生界線 沒有很清楚的話 如果跟他講 他還問滿白米的 就是 覺得沒有心 要解決問題 這個是我的點 所以不能踩 但是你已經踩下去 那代表你根本不在乎 他把姐妹送給我 好幾萬塊的包丟掉 他有病嗎 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你為什麼在生氣 他就是生氣 沒有啊 沒生氣啊 我們就要還手機 然後我就覺得 就沒有 就是臉就長這樣 我跟你講啊 如果我明明知道 你為什麼要生氣 還故意要這樣問的時候 那就是準備要 吵架的起手師 就是想要跟你吵對不對 對 然後就開始 這種對話內容就是說 說 你幹嘛生氣 對啊 我為什麼生氣 你不知道嗎 你為什麼跟那女生合照 那我就準備要跟他吵架 為什麼不行呢 那是我的工作 你幹嘛 你哪敢 我們家吃虧的 還想睡 靠什麼 好了啦 還不是靠我去賺那個髒錢 那錢哪裡髒 你又不是下海 你賺什麼髒啊你 對啊 就去準備喔 OK OK 對 因為我就不喜歡冷戰了 我不像你啊 我冷戰我受不了 我喜歡熱戰 熱戰 我喜歡 有話直說 我喜歡把話說出來 但我睡不著 像有一次就是 我幫特特洗澡 洗好澡 因為他還小 你知道寶寶還小 大便啊 尿尿 他是隨時的喔 我一幫他洗完澡 然後放在床上 他突然瞬間又尿尿 你知道 因為我就整個傻眼 尿到整個床 那個從棉被開始 滲滲滲滲到床 從墊下 全部都要整個重新洗 然後他又再站在旁邊這樣 他尿尿咧 他想說 我心裡想說 你當下手 我不趕快給他穿尿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這樣子 他有這麼慌尿嗎 他沒有這樣 因為他也緊張 我們也緊張 然後我們就眼睜睜 看他一直尿下去 我說 我說你趕快拿尿過 他說 好 我就整個開始火都來了 你知道 然後我就一邊開始 一邊把它穿好 穿完之後 然後我就那種 對 整整理 尿 那個床單 床全部都一起洗 然後他就看著我這一期 他說 我問你幹嘛 你到底怎麼了 我說 你在問我怎麼了嗎 你要問我嗎 我就說 可是現在 我說你是不是應該以後 都要知道 我們洗完 馬上幫他包尿布 他就不會馬上尿尿 你不要問我說怎麼 那你可以幫忙嗎 這樣子 我之前曾經就是跟我 某一個男朋友 我們準備要慶祝一週年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好好的煮大餐 然後我們前一天 都已經講好了 然後等他下班回來 然後我就弄給他 我準備這樣子 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 很厲害 我是海陸大餐 我還有 牛排什麼的 就是 準備酒啊 餐啊 全弄好 然後連那個布置啊 花燈光什麼都用好 第一週你要好好慶祝 要有個美滿的回憶 浪漫的回憶 然後我就想說 該下班了吧 然後我就傳訊息說 那你下班了吧 然後什麼時候到家 會不會塞車什麼的 他說 我今天上班的時候 我的哥們 我同事啊 就是失戀了 所以我們決定 要陪他去好好喝一杯 我當下傻眼 那他前面 他前面有先跟你預約好 今天要回來對不對 對 我們前面都已經講到了 但是他大概會準備這麼多 然後但是他似乎就是 完全忘了這件事 而且也沒有說 對不起啊 我們可不可以改變 沒有 他就是一種很理所當然的說 所以我們幾個同事 要一起陪他去喝一杯 然後我就 OK 好 那你們就去吧 我就想說 我也不想要跟你發火 而且你現在可能 旁邊還有那些人嘛 然後我就OK 一個人看著那一桌 我一個人看著那一桌 淚水滴到牛排上 我就一天喝了 這酒一瓶哭了 然後就覺得 把百貨蓋拿起來喝 心情很差 然後我就覺得說 到底在幹嘛 後來他就 那一天他們就是 可能有續攤幹嘛 回來非常晚了 然後就看到我 就很不開心嘛 然後酒也喝了不少 然後就知道我就心情不好 他過來第一句話就是 不是啊 然後我就想說 你怎麼會不知道我 為什麼生氣 他哥們那個 失戀比你們一周年 還更值得 我就覺得 不如你隔天也失戀 你可能就絕不失戀 對 對 失戀 所以你就隔天就讓他失戀 然後換他哥們來陪他 對 來 我覺得男生問說 你幹嘛生氣 所以這句話 他就是已經當下 他就是想要把這個 錯怪在你身上 就是推在你身上 我之前那個男朋友 他就是可能也白目當有趣 因為他有一次 他也是裝鬼嚇我 然後像我 我們有時候出去那個飯店 或者是什麼 然後我就已經說 你不要這樣子嚇我 因為我不喜歡這樣 對 然後 還去窗戶在那邊 裝神弄鬼 窗簾 什麼 沒有 到最後的東西 因為他剛剛看他後面 對 男生真的 對 幼稚 對 幼稚 幼稚到前面 我一定覺得這我看到而已 你也有看到 不要 不要這樣 是 你已經 我已經 你不要再鬧了 就是我已經 不要鬧了 前面沒有生氣 你是被他弄到生氣 你已經說 你不要再這樣子 但他覺得 嚇到你好好笑 好好玩喔 繼續弄 對 滿好笑 我也很想嚇到你 他弄到最後 你是不是真的生氣了 你就是已經氣了之後 他就說 你幹嘛生氣啊 我在鬧你耶 我在跟你玩耶 你有一個這麼幽默男朋友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對啊 你想說你有事嗎 你怎麼會這麼白目 然後還有一次也是一樣 剛剛類似像櫻福的故事 就是他在家裡打電動 然後我們已經 我肚子很餓 我們應該半個小時前 就已經約好等他出去吃飯 打電動 半個小時我已經弄好 我再說 寶貝我肚子很餓喔 然後他說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說塔出來 中路 中路 大好大這樣 然後就說 OK 好 你繼續收你的塔 我就在旁邊這樣子 我就說 我肚子好餓 你等一下 很關鍵 很關鍵 就一直在那邊打電動 然後我就已經餓到 我就是已經 火都來了 整把火上來了 然後我就已經氣到 我不想講話了 我就我也不想吃了 我就去廚房 自己在那邊煮泡麵 在那邊 好不容易終於收完塔了 好不好 過來 然後就說 寶貝走了 出門吃飯 你怎麼在吃泡麵 然後我完全不講話 他說 你幹嘛生氣 泡麵 給我吃一口 我吃 泡好我吃 超白目 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麼白目 裝鬼下的女生很好笑 我老婆也是很怕鬼 真的喔 她就禁止我講 我就很痛苦 我就很癢你知道嗎 半夜三點我就起床 回去尿尿 她睡著正熟 有種人家的鬼會 你知道嗎 對 不會吧 我每次睡在那邊說 那是鬼在拉你的腳 所以我就經過那個床 我就想說 不拉她的腳 不拉不行 會癢 等一下 拉一下 我不是聽說 我是一手抓一隻喔 超白目 她隔天啦 她隔天去行天宮 被失截 我之前有一次遇到的是 她不是她惹我生氣 是別人惹我生氣 因為那一次就是 我是想說 難得就是第一次燙頭髮 我去燙完 然後 因為那時候前面就是 滑手機啊 翻雜誌啊 等到抬頭的時候 因為剛剛髮長在這兒 然後立起來這樣子 然後是真的很圓 打爆炸 然後當時我還跟那個設計師說 天啊 我沒有辦法接受我這樣子 設計師還跟我說 可是不行耶 因為妳才剛燙完 我們沒有辦法 不能馬上再燙 因為妳那個髮長會壞死 我說那我這樣頂多久 她說妳這個至少要一兩個月 我說我要頂這個 才我頂兩個月 我好欺詐了 然後我當時就是 在那個沙龍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設計師 就是已經吵架了 然後回到家我還是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難怪我回來 因為妳知道 女生情緒不好 就是一看就知道 對 就真的不要惹我 對 而且我都已經變成這樣了 對 妳進來 妳一定看得出來 我會是看起來 妳就是很爆炸 整個人在爆炸 對 我從頭髮都爆炸了 然後她就這樣看著我 寶貝啊 妳幹嘛生氣啊 我就這樣看著她 妳怎麼 我都比頭髮 四百目 對 男生會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家已經知道妳在生氣了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 就是我 就是我們男生會 惹女生生氣的事情 大概一天 大概會有六十七種 對 我會惹我老婆生氣 大概有六十七種 而且我們忘得很快 我們會忘得很快 對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 我如果主動跟你講說 好啦 我知道 是我不對啦 我應該要怎麼 比如說 我知道我沒有讓兒子沒有刷牙 沒有刷好 她就說 原來妳沒有把兒子刷牙 沒有刷好 妳知道嗎 我就自己自爆了 不行 所以男生一踢要先確定 你到底在生哪一個氣 我們再去跟你道 道那個歉就好了 還有這樣子 對…好 到底要幹嘛 好 來… 最後的關頭 TOP 1是什麼呢 3 2 1 好了沒 好了沒 她當妳們好了沒 好了沒 吃飯很滿 想要好好享受吃飯的時間 她也不會很快 她明明覺得我生氣 然後她只會過很久 然後她只會過很久 但沒有要求和的零食 今天是還沒到位子 然後問這個 然後我就想要跟我爸媽 多相處久一點 她一直問我 多洗菜煮菜 至少要二十分鐘 但她卻瘋狂跑進廚房 一直瘋狂問我 很敢 就很有壓力 好了我自然就好啦 妳問什麼問題 本身喜歡慢慢來 因為我就還沒好 我的就會自己出池 就是有事嘛 妳來是不是缺乏耐心嗎 很多衣服要洗 然後就在那邊吹吹吹啊 就很害怕很著急 然後心裡就很緊張 而且還沒有到 然後她就問我 妳好了沒 好了沒 一直吹吹吹 吹壁吹啊 煩不煩啊 就跟妳說九點半才要回家 一直問一直問 那我就會想說 啊我就是 要穿好漂亮的衣服跟你出門 啊有片子啊 都是妳 啊妳在那邊跟我說好了沒 妳怎樣 就閉嘴 我真的很受不了 陪我去懶妳的頭髮 然後一直說好了沒好了沒 可是就還沒上色 我要這樣走出去嗎 哇 大家講得都很氣 對 這真的很容易生氣 我覺得好了沒 這句話可以全方位 用在各個生活的地方 各種 各種惹怒女生 各種各種 所以妳時間是一個好了沒嘛 那妳說如果妳今天 就像剛剛講的 她惹妳生氣 妳還沒氣消 她也可以說妳好了沒 對話就還沒好啊 男生通常洗澡 像那個當過兵嘛 洗個澡 這樣隨便淋一淋 這樣錄一錄一錄出來 超快 十分鐘可能搞定 可是我們是女生耶 其實我們女生洗澡妳進去 像我們頭髮這麼長 妳洗個頭 護個頭髮 還要護個頭髮 還要護個妝 還要護個頭髮 有沒有 還要護個臉 整套弄好 可能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包括吹頭髮 好浪費時間喔 什麼好浪費時間 妳那麼多東西對不對 對啊 妳時間上當然會花很久的時間 像有時候 可能跟男朋友約好說 今天晚上大家一起追劇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我先去洗澡 從我開始進去洗澡 才在卸眼唇而已 就說好了沒 我想說 當然還沒好嘛 妳有事嗎 對不對 再過了五分鐘 妝卸好 才剛把頭髮打濕的時候 又說寶貝好了嗎 我就想說 可以不要一直吹嗎 等一下會死嗎 對不對 已經被吹到 吹屁吹 吹屁吹 就還沒好 沒想怎樣 真的 然後好不容易 出來頭髮弄好 終於浴室門打開說 好了吧 我說妳沒看到頭髮是濕的嗎 保養品也還沒上 好了沒 一直吹 然後她還會故意在外面 把那個Netflix音轉大聲 然後 我想說妳平常在那邊給我搜塔 妳在那裡搜塔 搜完塔妳也洗好了 對啊 然後她在那邊說 我跟你講 我開始演了 我跟你講他們現在怎麼樣 我還說 不是說好要一起看嗎 她說妳太慢了我先看 那就一直吹 我就覺得 很煩妳幹嘛嘛 就還沒好嘛 對啊 如果妳這麼想幫忙的話 妳是不能幫忙吹個頭髮或什麼 對嘛 貼心一點了吧 貼心一點 好 沒這種用眼睛看就知道 有必要一直問嗎 有一次跟我男朋友 然後我們約說 我們就是9點要出門 然後我就是想說 我早上8點起來 然後從保養品 然後化妝幹嘛 我自己就想說 反正要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就慢慢準備 反正妳就沒關係 我知道妳比較快 妳就晚一點再起床 但可能因為我KING IN KING 聲音有點大 吵到她了 所以她也就提早起床 提早起床她也是 換個衣服 我要收個牙 好 OK 準備要出門 她就可以坐在那個玄關 換鞋子的那個椅子上 然後就開始吹 好了沒 好了沒 然後我當時就會覺得說 我們明明就也是 講好9點出門 然後我也是 就也還沒有遲到 對 時間還沒到 我是在時間以內 妳自己提早起床很高屁式 然後一直吹 一直吹 然後到最後她也無謠當有趣 就開始唸Rap 好了沒 好了 開始這樣 然後我就越來越翻 然後就這樣 好 滿重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那種感覺就很差 心情就越來越差 然後我就想說 好了... 她一看到我走出來 然後準備要讓那個位子給我 要坐下來穿截子的時候 她就直接開了門 出去按電梯 對 然後那個電梯 那還按那個延長 延長然後她緊咬之後 我就會有個嗶... 然後我就很焦躁 我開始嗶了 然後又怕從來影響到樓下的人 坐不到電梯 我就開始說 趕快鞋子擦 我就走 然後一到電梯 我覺得我今天鞋子搭到我差 然後就覺得我今天一整天在幹嘛 我拔了一個小時間計算 然後就毀在那雙鞋子 然後是你超差 我跟你講我又更覺得 就是你還沒好對不對 你已經跟她講好了 結果她就說 對... 超討厭 好討厭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大招 你知道嗎 能這樣算嗎 不是... 因為不這麼多 對... 不這麼多永遠出不了 對... 就跟你講好 九點出門 就還沒九點 想怎樣 八點五十出門 能早就早 家良也是很愛講 好了沒 因為我有時候也是那種化妝 化一化 然後她就好了沒 一開始我也會覺得 好了 再給我幾分鐘 好 再給我三分鐘 好 你再給我 我就想說 之後我都不想講 她都會說 然後我都繼續這樣 慢慢摸 繼續摸 你到底好了沒 我想... 你不被印萬遍嗎 對 然後她就在後面這樣說 你要多久 我就這樣 快好了 我都直接這樣子 優雅喔 優雅... 這個很好 千萬不要被因此而影響 對... 但是有時候 那個好了沒 就是跟自己沒有關係 對 常常就是年底的時候 我也知道她很忙 然後她需要處理很多東西 要剪音樂 然後要弄她的電腦 所以我有時候 哄小孩的時候 我就會把小孩抱去房間 就是讓她在客廳 好好工作不打擾 小朋友小時候會有一段時間 是你真的不知道 不明白她為什麼哭而哭 可能長牙齒不舒服 然後怎麼哄都沒有用 然後那一下就是哭... 哭了很久 哭了快40分鐘 然後我老公 他就忍不住把門打開說 好了沒 他到底是要哭多久 妳可以把我搞定他嗎 我就說 我如果搞得定的話 我也不會讓他哭40分鐘 我心裡的OS 覺得很悶 但是這種好了沒 真的是很生氣耶 真的是很生氣耶 這不行 太累了 那怎麼辦小孩 我跟妳說 其實這是大家互相 真的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你們女生也會跟我們說 好了沒... 很沉長 有啦 有在沉長的時候 對 就是真的 很掃興耶 我跟妳講現在 熱臉貼人屁股 好不容易 今天要今晚 我提前洗澡 難得噴香水 然後吃了兩顆馬塔 對 然後五顆五粒 對 想要營造一個激情的氣氛 對 不到十分鐘 妳瞪大雙眼看著我 好了沒 好了沒 對 好酸 妳越問好了沒 就越出不來 對 對 我們在講別的事 不是那個事啊 妳不要有邪念 我們不是要講的那件事 那我不能笑 我不行啊 我們是來講別的事 對 別的什麼事 就是有時候出門啦 對啦 出門出不去 對 對... 別這樣 按摩的事情 對啦 對啦 快點啦 就是有一次 反正就是我正在看NBA 然後我老婆 我老婆就說 來 幫我按摩 我就按按 然後說好了沒... 好了 就這樣子 不是 沒有啦 就是我幫她按摩 然後她也覺得很煩 我一直問她說好了沒 到底好了沒 因為男生在看NBA OK 還認真 NBA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對... 就怎麼按她都還沒有好 這樣子 對 然後到最後她也覺得很煩 好了... 我說耶 好了 我們就出去看 最後可能最後那兩分半這樣 OK... 今天這局很有教育意義 記得喔 真的 你們把這個圖截下來 截下來 但是男人呢 避免犯到這... 不要再問這些蠢問題 記得不要再講這些話 真的... 我們到底好了沒 好啦... 真的好啦...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